托老师 当主持人问女生说 你是真想离吗 女生斜了眼睛看着自己的丈夫 迟疑了一下说 离 其实是不想离 是吧 所幸的是你们现在之间的矛盾 还没有出现任何的第三者 也没有所谓的背叛和不忠 这是最大的幸运 我只说三点 第一 女人唱歌 男人喝酒 如果丈夫能够耐下心来 听听自己的妻子唱歌 而不是刚才她在唱那个什么什么 爱我的人不爱我那首歌的时候 男生是拿眼睛这样斜着看的 如果你是欣赏的 去听她的歌声的话 她也许会很开心 如果在她喝酒的时候 你能坐下来 女人撒娇 男人冷漠 她虽然比你大七岁 但我不认为你们俩出去逛街 你不可以挽着她的手 所以在我看来 从这个角度上来说 这个男生多多少少心底里面 是有些厌烦的 一个比你小七岁的妻子 怎么就不可以挽着你的手走路了 其实就是你内心有点烦了 你没有当初结婚之前对她那么好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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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来 请关门 当这对夫妻一张嘴的时候 你突然觉得这个舞台 好像搬进了田间地头 你再听一对这个农村的夫妻 跟你唠唠家常 素素家里面的那点苦 一下那种生活的气息就扑面而来了 这大概是在广袤农村 有一些年轻夫妻都会碰到的情况 时代发展得也很快 怎么在这么快速的一个时代当中 在一些偏远的地区 在一些农村 我们跟上大家看到的那种 爱情的样态和婚姻的样态 可能是需要很多 在那片土地上的年轻人来学习的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 关注我们的节目信息 请关注新浪娱乐 腾讯娱乐 搜狐娱乐 网运娱乐 凤凰娱乐 欢迎大家登陆 优酷土豆腾讯视频 搜狐视频乐视网 PPTV剧力爱奇艺 收看节目的完整内容 现在请您拿起手机 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下载万事达手机客户端 进入到天津卫视的直播聊天室 边看边聊 直播过后也可以通过 接下来我们就来看一看 这对夫妻如何化冰 请开 主动点吧 跑过去 抱他去 快跑 快跑 跑 抱他去 好了好了好了 你以后你得 亲一下亲一下我看看 再亲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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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就是没有亲亲嘛 你看一亲亲 女生马上就软了 好了